Hello,大家好,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闻报道 今天就是7月30日星期日 各位观众慢慢休息 睡饱、睡够后才慢慢听新闻都未迟 看看现在的天气 气温是28度 外面是多云间不中天阴 其实现在的天气比过去几天已经凉了一点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 间中有罩雨 有几阵狂风雷暴 初时风势有阵时也挺大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最高气温大约32度 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 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净 总之就要带催 因为昨天我自己都差点比雨林 不过幸运走得比较快 差多一两分钟都变成热湯鸡那种 因为我昨天去了协助美华的 农耳15周年的晚宴那里 不过这方面 遲些再和大家说多些 好了,去看看新闻 昨天晚上11点时 在深水埗麗角村的麗罗流 發生了池刀入屋爆竊案 哇,好大件事 是池刀 64岁南护主回家 撞破了 有人在家里爆竊 然后双方就发生糾纏 混乱当中,南护主被刷人 用一把20厘米长的军刀刺伤 凶暴 不过就算刺伤也好 仍然能够制服刷人和报警求助 警员接报到场 把受伤的男护主 送到马加列医院救治 并且在现场拘捕了一名男童 被制服的男童15岁 亦有受伤 和男护主相识 其后,人员安排救护车 将这个疑犯 将他扣头送到名外医院 初步调查 将他列入为严重入屋犯罪 案件交由深水埗警局 重案组第一队 去跟进 哇,这些就相当之痴善 15岁就入屋爆格 还有,去爆一个认识的人的格 很有可能 就是一些亲戚关系 如果不是,你很难 能够进入别人的屋 对吧 即是,你的铁匙怎么够回来 等等 总之,现在的人就凶狠了 15岁 15岁你已经拿刀去做什么 就算你说 他可能未到16岁也好 但我相信 将来他进入南童园的时候 有很久他受 而且这些人也应该要去受下 应该 要让入面的Madam Sir慢慢去教好他 既然普通人教他不好 就让社会专业人士教好他 下一单新闻 一个30岁法国籍的男子 在27号晚上 在港岛的半山地里根德国第三座 就堕楼身亡 据了解 这个死者 就不是 并不是 那些住在当地的有钱人 而是 在大厦与大厦之间 玩极限运动的时候 就因为恶劣天气被困高处 虽然曾经拍枪求救 最终堕楼身亡 关于这宗新闻 之前也说过 不过现在 就有更多新资料 因为他是一个极限运动的运动员 即是周围去 极限运动的人 真是很疯狂 在楼宇之间互相跳来跳去 然后站在一些最危险的边缘 不断用自己生死去进行试探 有媒体在死者社交媒体Instagram上 发现他上载了大量在世界各地高楼大厦 行走的危险动作影片和相片 另外 记者也到访他在香港入住的酒店 知道原来他在17日 就独自登记入住 原定在30日退房 但最后就猜不到 即是等不到退房那天 这位法籍男子曾经在香港和外地的 歌楼大厦天台行走 也有试过爬上屋顶 地盘天秤 大桥等等的地方 拍照和航拍的 更加试过只用双手 捉住天台的边缘 又或者是天秤的金属缸 即是自我制造危机 然后在一些一松手就玩完的地方上 不断在做引体上升 相当之夸张 不过 无论怎样都好 他最后就真的为自己所做的危险活动 付出了他自己的代价 下一单新闻 香港补习文化流行 大小型的补习社 形形色色 有一个叫做 乔英教育 昨天在他们的补习中心 貼出告示 就说 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 五间的分店 将会全线结业 有在何文田分校的家长就表示 校方之前就收了280名家长 替子女提交的学费之后 就连日租到拖堂 有家长甚至乎是预缴了五万元的学费 但是子女是一堂都未上 透过Facebook的贴文才知道 原来已经结业 这个教育中心提供的课程 由幼稚园K1到K3 甚至乎去到初中 还有高中课程 亦都设有暑期课程 中心分店遍布全港五个地区 包括 康夷、柴湾、沙基湾、何文田和小西湾 总之就是说 钱收了 接着就已经拜拜了 这些店铺说 一开始的借口 就不是跟你说结业先的 跟你说 年日装修 所以就不断拖堂 可能等它转移了财产 搞定所有东西之后 最后就决定走 总之就是说 它肯定是有心走 否则一定会搞退钱 等等 你想想 最多的就交了五万元 其余那些人 吞你几千 吞你几千 其实这条数也有赚 甚至乎随时 这些店铺是连租金 都是继续在拖欠 都未顶的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港铁的官堂站 就在昨天发生了炒电梯事件 有读者就向媒体表示 在昨天下午1点的时候 官堂站一条由大堂往月台方向的扶手电梯 就发生故障 并且传出巨响 梯级的零件就跌起 铲起再跌在一起 有金属零件是散落在地上 幸好炒电梯附近就没有乘客在旁边 职员事后就封锁现场去处理 港铁亦有回复事件 即时就已经是遗风 和安排承办商进行调查和维修 这些炒什么炒物那些 相信越来都会越密 因为那些电梯行业 其实就又辛苦又骚髒 然后人工又很低 所以越来越少人入行 搞到很多人手工不认求 但是很坏 你工不认求 但是你又不加工 结果就是说 很多人都勉强就着用 结果就搞到越来越多这些情况出现 唯有希望的就是说 千万不要有小朋友受到伤害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很多外卖平台的单据上面 都有写上用家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成为了电话骗徒去找捏物的最新途径 一名女子在星期四用手机透过外卖平台 Food Panda落单 向长沙环一间餐厅去订外卖自取 并且以支付宝香港付款 取餐的时候就发现被人偷了餐 接着还收到一些冒充警察的骗徒来电 和短信就说 你的支付宝账户出现了问题 警告他就需要即时转账2500元 去到他们所提供的支付宝户口 如果不是 就会惹想不必要的麻烦 当女事主未有中计之后 但仍然不断收到骗徒的讯息滋扰 甚至是清楚提供外卖订单内容 令到女事主就相信 和外卖平台的单据上面 所列出的个人资料有关 担心会有更多个人资料泄漏 所以最终就选择报警 接着他也在Facebook公开这件事 去提醒其他人 获知道原来曾经有其他辅助 是这样被人骗了钱 原来案中有案 他也直言说 估不到叫外卖 反而搞到自己就遇上骗案 接着他也说 究竟人家外卖那张单的资料 又用不用这么详细呢 其实不单单叫外卖 我自己虽然都知道怎么叫外卖 但是基本上一次都没叫过 为什么呢 因为贵的嘛 我这些穷人时间不值钱的 要吃什么自己下去买 叫外卖太奢华了 其实除了外卖平台之外 淘宝买的集运 官运也好 你的包装袋 又是写你的电话号码 接着有些人的用户名 是直接用自己真名的 所以这些都很容易 就会被人知道 究竟你什么电话 你叫什么名 所以这一件事 反而是更加危险 因为我相信 你会用淘宝买东西的人 应该是多过你会叫外卖的人 所以 有时候淘宝这包装袋 家人都会提醒我 就是说 重点针对着 写了你电话那里去撕一撕它 至少撕成两三块之后 才扔吧 就不要让别人 那么容易一扑过 就看到你叫什么名 请你电话号码是多少 走过来骗你 哄你 这方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小心点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的士服务的质素 长久以来就受到不少批评 就连运输署处署罗淑佩 在昨天也在电视节目大吐苦水 他就说 的士司机由湾仔去到北角 就说不懂路 需要他一一指点 更加透露自己是遇到黑心的士事件 就说 从铜锣湾坐的士去到湾仔 司机就不以为他是游客 一般就是经马斯到天桥往会展 就会去到他的住所 司机就巡了整个金钟 差不多去到天马南正总附近 才返回华润大厦 再转回湾仔 最终就收多了他10元的车子 他就说 很明显兜漏 司机一句都没说 但是路线就是这样走的 他就说 自己就特意没出声 想观察一下 司机是不是觉得乘客不回意之下 会有什么行为 那样 的士司机肯定不知道这么大件事 肯定不知道原来自己就是车中处长 或者就是因为处长被人兜漏 所以为什么这么巧呢 政府引入了管理的士的扣分制度 如果最后能够找到 是谁车过处长再兜漏的话 他可能会成为重始之敌 就是说 你一个人车处长 你搞到这样 搞到我 你个人都担心被人扣分 很麻烦 不过我又觉得 究竟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因为如果你说兜漏 只是收多你10元的话 那实在太过少了 正常要兜漏的话 还要当你是游客的话 起码收多你30元 是不是 因为现在坐的士都不便宜 你跳一跳标都两个三元 收多你10元 其实就真的不是很多 而且对于处长来说 10元就不是钱 他都应该几十万人工的时候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卫生防护中心在昨天公布 正在调查三宗的猴头确诊个案 当中涉及2名25岁身体健康的男病人 和1名41岁的男病人 3人都是本地个案 没有接触过疫苗 很简单 虽然没有灯过清流 但是也有高危的风险 大家明白了 可能似乎这些事情 在一些世界上 已经有所传播了 总之少些去不同的走息地方 去认识朋友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财困不止 预料 立法会批出的216亿撥款 将会在2025年耗尽 西九管理行政总裁 马程淑仪接受传媒专访时提到 管理局的财困问题仍然严重 还未捱过最艰难的时候 有必要增加现金流 他提到 虽然管理局将会向银行申请延期还款40亿 也会考虑发债等等 但强调现时并没有解决财困出路 也不想西九关门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政府尽快再次注入大量资金 但他理解到 政府在疫情之后 有其他事需要优先考量 将会是应董事局主席唐英年的要求 不再向政府提及注资的问题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 西九文化区一直以自负盈规的形式去运作 政府都会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合适的协助 其实西九这些我就不熟悉 这些艺术东西我自己都没时间去 究竟是怎样致负盈规 究竟他们的钱怎样亏 要看看他们怎样好好运作 还有清清楚楚交条数出来 看看究竟为什么会不够钱 是否因为高层各个拿着几百万人工 所以才不够钱 因为很多NGO很多慈善机构都是肥上瘦下 原来最大的支出就不是去帮人 最大的支出就是给人工 还要说基层那些就收很少 但是高层那些就几百万一年 那些极度夸张的钱 不知道是哪一种 好了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昨天早上进行反非法药物行动 人员在沙头角发现一个华尔仓库 并且拘捕了一个31岁的本地男子 在一个沙头角的货柜仓外面 截查了一个人 在他手持的环保袋里 找到三包合共重1.3公斤的火麻人 最后所有东西都加上 被人打斗之后就说 原来他批货值310万 最终拘捕了31岁性高的本地男子 好了 他就有时间坐了 让他在里面慢慢好好反省 好了下一单新闻 飞蛾山再次有私家车 是失控撞落山坡的意外 就在昨天晚上10点 警方接获一名女子报案 就说她的私家车一行三人 沿着飞蛾山道的上山方向 进入单程路段的时候 左转弯就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的大树 接着就再撞落山坡 幸好有草叢树枝去承托住 最终跌落了大约15米深的地方 消防就文讯港致 并且游城救出两男一女 两名乘客就需要受伤送丸 另外蓝司机也是面部和盆骨受伤 三个人清醒就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由于现场天气恶劣 所以暂时未能够固定车辆和把他吊起 下一单新闻 今天凌晨2点23分 旺角发生了抢劫案 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 在经过旺角度6号对开的时候 被两名戴着口罩的男子 从后推倒和抢去他的背囊 两名刹人沿着上海街的后巷 往油麻地方向逃走 男士主报警求助 警员接报到场 用警车车载着男士主往附近一带兜截 可惜未有任何发现 又是被人抢抢 下一单新闻 在今天凌晨4点半的时候 在大埔吐露港发生了交通意外 一架私家车车车到天赋海湾对开的时候 怀疑失控地越过四条行车线 然后撞毁了左边6米的防撞栏 然后再弹向右边25米外的第二线才停下 全车损毁严重 男司机负伤自行爬出车外 其他司机看到车车弹来弹去 以为男司机被人抛卖出车外 最后报警 救护人员来到执手 下一单新闻 全湾景区和新界景区的人员 在前天在上午8点半 在荃湾余芯广场移期 进行代号 言响的事故演练 无疑一名男子 在商场中企图持刀商人 人员接报到场后 迅速以胡椒水噴射器制服他 警员在现场设立指挥站 即时协助市民疏散去到安全地方 全湾区表示 演习是无疑 基本上没有开名 但就是鑽石山荷里活事件 所以做好一些演习 对峙 最重要的是 不是让警员去学习如何应对 而是让我们小市民 能够特别安心 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沙田区 接连倒破了一宗电话骗案和跨境骗案 拘捕了三男一女 其中最小年龄的被捕人只有16岁 警方呼吁年轻人 千万不要在暑假时 为了找快钱 便被这些人利用 从而墮入法网 警方表示 在星期四的时候 一名65岁的男子报案 华尔收到骗图来电 对方声称 她的儿子被捕了 急需10万元保释 报案人信以为真 应骗图的要求 去到附近的地方 把那些款款交给另外一个男子 随后 报案人又收到骗图来电 便说 你再给15万保释金 事主向儿子查证后 才发现被骗了 最后马安山分区突遣队的人 在现场埋伏 成功逮捕了一个16岁的男童 涉嫌企图以欺诈手段取得财产罪 行动当中 人员检获了两部手提电话 华尔和案件有关 另外沙田正街一个商户 亦在28号报案 有顾客华尔是用别人把提款卡消费 最后又是派沙田的警员到场埋伏 接驳了两名分别是21、23岁的男子 和一个25岁的女子 在男子身上搜到一张不属于他的内地银行提款卡 和部分已购买的货物 经过初步调查 相信内地银行户口涉及一宗境外发生的诈骗案 裏面的存款都相信是犯罪得益 所以就以洗黑钱序 将这三名男女拘捕了 总之 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大只甲拿锤 随街跳 所有东西都是透过努力去换回来的 下一单新闻 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的前众志成员 陈玉軒和王莉莉 在周四被警方的国安署拘捕 经过扣查两天后 在29日获准了保释 在9月上旬需要向警方报道 这些就是牵涉到惩罚咪咪有关 以资金赚助香港众志的创党主席羅冠聪 在外国反中乱港 吃喝玩乐 勾结外国势力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早上9点57分 昨天早上有段时间 下到很大雨 红雨 大概就是现在正在录制晨早新闻的时间 警方接报 一个40岁的男子 在大埔广福道的红桥堕下 跌落到临川河 现场有市民尝试去拯救 但未成功 消防员港自现场把他救起 市主清醒送丸 原来是说市主本身心情不好 他看不开 然后就趁着红雨的时候就跌落 下一单新闻 港岛的交通部警员 在过去三天26至28日 在区内进行了代号 叫做折风的执法行动 打击和货车有关的交通为例事項 包括超重或者载货不稳 还有没有戴上安全带 驾驶时就拿着电话在那里谈 总之捉了很多交通为例的人 行动当中警方就发出了1505张 扶款通知书和7张传票 这都帮库房进供了不少 下一单新闻 旺角和油麻地 在一个小时内 发生了两宗嵩石市事件 在昨天早上7点43分 警方接获一名车主报案 在妙街的119号至121号的大厦冷气机 禅逢位有一块2寸乘2寸乘4寸的石屎碎片 押毁了它 停泊在大厦外面的私家车的挡风玻璃 车头玻璃破碎 事件当中无人受伤 警方到场围风附近一带的行人路和马路 并且通知大厦的管理人和相关部门 在相隔大约1公里的 旺角尼敦道607号的新兴大厦 在昨天早上8点 也有石屎禅逢摸摸摸 碎片由3米高度下 跌到行人路的巴士站 有途人致电报警 幸好没有摸摸人 现在摸摸的东西 全都是一次过来的 也有一些观众 用风水命理的角度 跟我解释过 有时这些东西无法不信 因为这个是真的看着它不断发生的 例如去年 某些时候未到的时候 你就不见有那么多有石屎摩摸 不过其实从去年已经开始跌了 因为去年MIRROR演唱会的屏幕跌下来 总之很多东西就跌来跌去 下一单新闻 香港新闻说到这里 但还有大把时间 所以跟大家说多一点国际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昨天表示 俄罗斯不拒绝与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 普京在昨天出席记者会提到这件事 为了去启动这一项程序 双方就需要达成共识 不过可能乌克兰也不想达成共识 因为它后面有美国撐腰 美国不想乌克兰投降 那乌克兰又怎能这么容易投降呢? 所以究竟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将会搞多久 其实还是不得而知 下一单新闻 以往就有很多人喜欢将不生的积蓄放在家 他们就会将那些银子 就放在他们认为家最安全的地方 希望将来有一天就可以拿出来用的 不过在马来西亚有一名的妇人 就为了可以去到盛城麦加朝圣 就将积蓄放在一个盒里面 但估不到家财难防 不是有人偷了他的东西 而是说他所有的钞票就成为了白蚁的点心 大概他五万一千元港币的积蓄 就已经被这些白蚁吃到烂了 这个原本就是他夏年打算去到密加的旅费 总之就阴工朱了 最后就是说没有办法挽救 那些钞票是损毁得太过严重 大概有一半就能换到新钞 但有一半就换不到 其实把东西放在饼罐的时候不是不好 但你定时都要去做检查 对不对? 即不是说你放完就算了 即是可能你隔每三个月打开看看 你最起码看看有没有人偷也好 如果你看OK 没问题 就算有白蚁注也好 可能只是咬得你少少 又或者咬完那些你可以拿去换 就不是说放了很多年之后 就说不行了不行了搞不定了 唉 总之就这些心痛 五万多元就这样没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澳洲一架军用直升机 在7月28日跌入坤士兰州的北部 汉密尔顿岛附近海域 四名军事人士失踪 事发在28日下午11点左右 一架陆军的泰班蛇直升机 就参加了美国和澳洲的护身军都联合军演 军演之后就发生了这些事故 由于事故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联合军演也是停止的 而且他们也尝试过去搜救 相信四名军人就已经丧生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打风 风没出来香港 在福建登陆 究竟对福建省带来什么危险呢? 福建省有88万人受灾 另一方面 中央气象局也在傍晚升级发布 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 事隔11年再发布 也成为了史上第二个暴雨红色预警 即是说是极度夸张 接着又有很多 有35万人需要紧急避险 接着也有14万人需要紧急安置 直接的经济损失 就达到4亿2千万人民币 如果风打来香港 应该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经济损失 因为香港其实是好吃风的 即是就算你的风再厉害也好 除了山竹那些塌了 其实香港都没什么好害怕的 而且经过山竹之后 你所有那些不够的树都塌了 所以现在剩下的树都颇为强健 所以其实风过来香港 香港就一定没那么危险 这个肯定的 而且我们有理事力场 下一单新闻 河北行水市安平苑 在周六发生了天然气管道爆炸事故 造成了两人死亡 两人重伤 五名相关负责人 已经被警方控制住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据了解 美国不邀请李家超出席APEC会议 我们的外交部就已经出声了 中方对于这件事就表示强力不满 以及坚决反对 已经提出了严正交涉 究竟将来会变成如何呢 即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 你说吃花生也好 怎样也好 我也好奇 如果人家真的说不请 李家超又要特意去的话 会不会演变成为 好像我们日常小市民的 一些闹剧的那种状况呢 这个就拭目以待 都很想看下会演变成如何 好了 最下一单新闻 在印度的宗教巡游当中 有些人手持一些特别高的金属光棍 结果就撞到一些高压电线 导致4人触电死亡 13人受伤 哇 相当之大人害怕 就是这些呢 为什么有时候港铁都说 不准带金属气球进去车站 为什么怎么怎么怎么 那些都是担心你接触到高压电线 其实乘地铁就没那么容易触碰到的 但如果你说轻铁那些 你真的有机会的话 你拿条四五米高的电线 你真的可以随时触电 这些就相当之危险的 哇 猜不到突然之间 我原来的位置又上下调转了 似乎那遥控 大家看一下 那遥控好像有些问题 整天呢 自己就在那左右横跳 不知道试试现在 教不教得回画面 哎 如果教不回 就稍后再继续它 哇 教得回 但是突然之间 表情又酸到很近 似乎又有些东西坏了 不过稍后再继续了 好了 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 那我们就稍后再见 好 就这样 拜拜